太森亲手为阿里复仇 这一天他足足等了七年 直接把死对头打到昏迷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河南 拳王太森的唯一偶像 那必定是拳王阿里 太森是看着阿里长大的 太森是从小看着阿里比赛长大的 太森呢 很少哭泣 也只有在阿里被KO之后 才会哇哇大哭 在看到阿里被拉里霍姆斯 十回合KO之后 当年只有15岁的太森 对着电视机哭得很伤心 而太森在七年之后 用四回合残暴KO了拉里霍姆斯 为阿里报仇血恨 被传为一座佳话 这场比赛发生在1988年1月 太森强势KO霍姆斯 为阿里报仇 当时霍姆斯已经38岁了 但是太森只有21岁 这一点和霍姆KO阿里 类似 当时阿里也是38岁 他们都输给了年龄 但是霍姆斯能KO阿里 确实让人感到震撼 毕竟这是阿里职业生涯当中 唯一一次被KO 不管怎么样 阿里都是太森心目中最敬佩的拳王 是伟大的拳王 长江后浪推前浪 城市上一辈新人换旧人 任何人都抵挡不了岁月的侵袭 都无法逃脱自然规律 今天就和小河南一起来回顾经典 麦克泰森对阵拉里霍姆斯 当时拳王阿里也亲自到场 观看泰森暴揍自己的老冤家 此时的阿里或许正在想 我是用勾拳把他撂倒 还是用摆拳送走他呢 穿黑色裤衩的是泰森 穿白色裤衩的是霍姆斯 两个人的抗击打能力简直恐怖 霍姆斯这个老油条啊 在前三回合 他的后手迎击上钩 让泰森很难受 好在这个时候泰森够年轻 下巴够铁 这场比赛不仅阿里到场了 川普也来了 其实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这场比赛霍姆斯状态比较差 如果不是为了高额出场费 谁还来呀 毕竟人人都知道 霍姆斯打不过泰森 霍姆斯表现一度处于低迷 根本不敢出拳 出拳速度比巅峰时期慢太多 根本打不中泰森 还会被泰森抓住机会 扑上来继续打 所以只能见招拆招 用搂抱化解 好在泰森 这个时候比较年轻 非常快 组合拳很连贯 把霍姆斯打到没有任何喘息机会 我们现在来看第四局 也就是决胜局 比赛开始 伯姆斯感觉有点摆烂了 比赛开始 其实霍姆斯 之前是阿里的陪练 在当他认为 他有一些天赋之后 他也选择进入拳台 具体来说啊 霍姆斯还算是 阿里的半个徒弟呢 其实泰森 KO霍姆斯 还是比较艰难的 整整放了二十多拳 Oh my Oh 涂牙套了 他摇头说 OK的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抗击打能力太强了 居然还能站起来 因为第一拳有点晕啊 所以说第二拳很紧接着就被KO了 他会继续 他会继续 埃森知道他会有危险的 继续 我还想再看一次 泰森永远保持进攻 永不后退 比赛结束 没有悬念了这场比赛 这一刻 阿里肯定是很开心的 自己的老冤家 被自己的粉丝KO了 泰森也终于报仇了 时隔七年 并不过来的 该摆成的 他也是很开心的 并不过来的